最近有什么不管课业还是同彩之间有什么压力吗 这个刚刚很少 我会比较担心他小路 有时候考不好 可能会被他打来念一下 主要是课业 网红兄弟明明就在街头采访中 发现青少年的烦恼相当多元 课业 亲情 友情 爱情还有外表等 这些往往会进一步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 严重时甚至采取自我伤害的做法 对此台北市长角万安在与网红直播对谈中 就以自己与大儿子的聊天经验 建议家长应该扮演倾听者的角色 陪伴青少年走出低潮 他可能有很多事情都在心里 但是可能青少女朋友不太愿意跟爸爸妈妈沟通 或是把心里的话讲出来 他反而比较愿意跟他的死党 他的好友 但我觉得我会试着去听 不要一开始太快的下一个评论 或是说他这个不对 这个错误 我觉得请听者的角色很好 然后再慢慢的 适时做一些回应 在Q&A过程中回答小朋友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以校园访问起家 成为许多青少年咨询对象的网红兄弟 也分享自己摆脱难过低潮的秘诀 这个时候呢 我自己都会强迫自己做一件事 就是抽离这个难过的环境 强迫自己抽离出来 假装笑 笑久了就忘记了 因为其实都不是什么很大不了的事情 而五月天不是有首歌吗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不管怎么样 你的生活一定会有人 但是首先你要先爱你自己 脱离那个低潮的情绪 接下来才有力量可以往上走 乔安表示 北市府8月起推出心理健康咨询方案 提供15岁到30岁市民 每能三次免费咨询服务 还不满一个月就已经超过预定额度 因此特别喊话中央 希望支持北市府 帮助更多需要心理智商的民众 从81号到现在不到一个月 在台北市 已经超过我们的需求量 我们预期的需求量已经超出了 所以在这边我们也积极在跟中央 持续申请更多的补助 所以在这边 希望中央跟我们一起 共同来关心青少年朋友 心理健康的问题 脚弯还与网红兄弟玩起 鲸鱼相谈室 赖线上互动游戏 北市府方面期盼 青少年透过与游戏中 海底生物的巧妙互动 学习帮助自己 及面对他能关怀的抒压技巧 另外截日期到9月23号 在四站大楼二楼亲子剧场前 也将举办为期近一个月的 实境体验活动 邀请青少年朋友与家长及老师们 一起来体验 解开青少年心中的密室 拯救未来 记者张其滩 台北报道